今日听了一出女子修夫的戏 戏中夫妻二人本来相濡以沫 琴似和鸣 就因为第三方对女方心生爱慕 才搞得满城截止 家宅不宁 男子更是要被修夫 我认真反思过 是这个做丈夫的没有度量 不肯容人 花园城崇尚夫德 我打算入乡随俗 于是我便将孟过 苏子英 裴衡 约来 向各位请教 如果是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该如何自处 既然有这样的事 我就看管这种 个背嘴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吓我一大跳 来 杜调 来 杜调 你不要打算 你都别打算 你不跟他一样 他们估计 你都不会被认识了 你不说得比赛 吗 他哎呀 你不能打算 再就破识了 你不说你 各位 敢去多多包狠 我 敬大家一杯 够了 你呢 小人虽是裴思学的人 但如今已被转送于三公主 对三公主忠心不二 三公主属于于谁 小人就认定谁 你这是在玩火 你知道吗 裴思学 修复一事 你怎么看 甚好 配恒这反应不符合剧情发展啊 到手里的装备 卖的我换 你不符合剧情